網站 這網站裡面我會大概看了一下你說各位要 得到那個 台北市的那個公開的就是資料庫的開放平台 那比如說你想要抓到裡面的像什麼台北市的路外停車場 或者是公車路線圖 等等相關的 其實裡面呢他已經有開放而且你可以download下來 download下來之後的話 比如說這地方已經把它download下把它開起來 登錄下來之後你會發現 他會提供給我們一些檔案格式 如果你會發現他的檔案格式 很特別 DBF S B N 這個是 這什麼格式 DBF應該沒問題 DBF是那個 D-base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要取得的話因為通常都一樣的名稱 那我就其實最簡單方法就可以解出來 我已經解在這裡 如果你要想要把它 匯入到那個 SS裡面的話也非常簡單 比如說你想要建立一個SS 你就可以直接怎麼樣呢 開一個新的SS資料庫之後 然後呢直接好像我剛剛是直接用匯入的方法 這邊有個新增匯入 按確定 那直接就從這個地方 這個底下 這個檔案類型 預設是 匯入的是那個SS資料庫你可以把它改為D DBF 那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匯入進來了 匯入進來 匯入進來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就有個Puck 打開來你會發現這些東西的話呢 就一清二楚 而且呢 他 這個 停車場 名稱 然後呢 開放時間 這是什麼